今天我们来谈一个直牙的一个案例 那这是一个螺丝固位型的一个假牙 那患者呢在这个地方有蛀牙 然后呢用直牙去修复 那在临床上的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到说这个相片 在这个地方四五这个位置 牙龈有萎缩比较多 然后呢它有一些蚕根 然后前面这个四三的的时候 就是全尺 也有以前的一个蛀牙 那临床上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这个地方有一个蚕根 然后呢患者希望这个地方要做 两颗人工直牙 这个地方做一个假牙 这个地方一个假牙 这个地方一个假牙 所以我们希望是三颗独立的一个假牙 那为了一个直牙的精准度 所以我们在直牙用 就用手术的定位器来处理 然后我们做出来我们的直牙用的手术导板 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们确定的一个直牙位 那从这个电脑断层来看的的时候 我们大概不能种太粗的一个子体 但是呢深度上至少有大于10个米米的左右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第二小旧尺 那从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我们未来直牙跟整个牙冠 这个螺丝孔大概会从哪一边出来 好 那临床上的直牙我们就照这个方式来直好 但是呢在这个外侧的时候 有时候虽然我们有直牙的手术导板 它还是会微微的会有一点偏的现象 那这个呢是我们后续在做这些直牙 可能要再去思考怎么样去精进这方面的治疗 然后呢我们就放了一些骨粉 然后呢我们也去放了一些PRF的一个部分 然后组织缝合在一起 做一阶露头的一种方式 好 那有了这一种手术导板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到说 每一颗直牙其实它的平行度就会蛮好的 那接着呢 我们就把4-3原来治疗的一个不好的根管治疗 然后重新填过 然后做了显微根管治疗 等到直牙经过5到6个月愈合之后 因为一些组织凹陷 所以呢我们就去取了一些 SCTG就是一些捕肉的动作 然后去塞的这一块肉进去组织里面 然后再缝合之后 那差不多等了3个月之后 这些组织就会慢慢的做一些愈合的一个部分 那再来就是第三阶段应付的处置 那虽然只有两颗牙 但是你如果希望制造比较好的的品质比较好 你就把它上面工跟咬合器 那在面工跟咬合器 那祭司呢就在他的工作室里面制作这些 所以我们要做三颗独立的一个夹牙 所以在制造的一个精准度 就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那这是临床上之后 我们所弄的一个口内的一个相片 然后呢在这是根间片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它说这里大概每一颗牙齿的话 那个平行度都还不错 所以呢从这一个术前到术后的一个比起来的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一个原来过往的一个牙桥 变成一个植牙为单科的的时候 我们对于植牙的一个精准度大概要去做一个掌握 那再来的的话这里每一个都是一个螺丝孔 那以后患者的甲有问题 他就可以单独一颗一颗拆下来清洁之类的 所以呢就是说 现在在手术上有个手术导板的帮助 然后呢我们临床上做的甲 能够继续做螺丝固位型的话 那整体上对于手术或是应付的话 会相当的有帮助